第五次快 快快快点 快吃快吃 快吃快吃 吃饱吃饱吃 快点快点快快 然后这个面 咋了 先做啊 慢一点慢点 别腌了 多喝水啊 我叫张浩然 22岁 来武当商已经有8年了 我主要练习的是方便厂 刚来武馆的时候 身体素质特别差 又弱 然后力量又小 方便厂是武馆最重的兵器 它有八九斤的重量 然后练它的话 又对下巴 身体 肌肉 力量 全部有很大的幅度提升 所以就选择了方便厂 练习的时候 当然是最难的一点 也是重 一个在基础的 左降龙式 和一个右腹鼠式 它这两个动作 都会去击打我们的身体 因为它这个惯性太大了 它只能去靠身体 去把它困住住 往自己身体上去击打 所以感觉自己很痛很受不了 吸气的时候上身崩好 吸深一点 吸着腹 护皮的这个地方 吸 吸 沉 好 刚开始用条子刷的话 它是打我们的这个外面的皮和肉 然后用纱带和鞭腿拳头 它就会慢慢加重 透进去整体的力量 我看一下 它可以 这样一段时间过后 方面上的重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力完全的去控制住 因为练功 每天就是套路 马步 公步 都练缓了 所以大家就一起来练一下手球 再做一切 再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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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按手球的说就是分成两队 用手球去丢打对面 你要是能击打到它 它需要在旁边去蹬马步 练习这些闪避 侧场的这些能力 这些反应能力 因为这个是在玩的过程中 也不会去这么想 这个是被别人指责 这个又不行 那个又不行 我感觉很开心的 每周三上午是必须慧眼的 师傅会检查我们 这个被花再做一点 走 这个带过来 走 好 往下沉一点 走 最后一下蹲下去一定要稳 你看了时间很久 没练功了 体力不行 转那个被花的时候 对不对 都还不过来劲了 上气不接下气 不像是练功夫的人 经常练习才行 看我们练功 我们是非常想听到师傅 夸我们一句 练习真的不错 就好像是孩子想得到父亲一 那种认可和认同的那种感觉吧 像方便厂 他两头又是铁又是带有开针的那种点 这个时候尤其是又在背花上 看着他那个铲头 在自己的这个后脑勺上去旋转过去 尤其是还要快 就会特别地去恐惧这个动作 为了把这个动作练好 但是带我的那个师兄 他就去找了一根棍子 就用这个棍子在这个背上去转 棍子转完之后 发现摸到方便厂 手感上慢慢好了 然后在这种基础上 不断地去加速去练习 师傅到我们练功的话 很苛刻吧 他要求有一下 我在单点的时候 你必须要实际 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 男生打赤膊 最后练完了 师傅要统一检查是否出汗 如果没出汗的话 也就算是否出汗 我在这边拜师之后 师傅刺了当号叫姿铭 师傅很清晰地跟我说 你在以前练功的时候 只知道死练死做 不愿意去动脑筋 那么这个名字给你了 你以后要会多想多思考 他都不愿意去到贡心里面的不同 身体不再是单纯的用身体去死炼 而是脑袋要跟在一起 身体再使劲 也没有脑袋和身体结合在一起 才能有用 我们头发就长了 上面我们会扎这个豆头 告诉我们 不管是在什么时候 不管做什么 下面都有祖师爷在看着 举头三尺有神明吗 好 开始吧 好 手扣住 拔住 大家看出来 下面的架子比较稳 对 你盯到前面 盐伸出来 好 这次练得还不错 方面上整个动作还是比较精臭 练功一定有用心点 要好好练 我感觉武术的话和写字啊 笔箱啊这些东西其实都相似 都是一点一滴的积累起来 一笔一画 要求不要做整整的 长期的不断去练习 稳定 这是一个长期 一个持之以恒的东西 那个时候 你一定会给大家看 这些事情 我们感觉 对 你要做一种不断去的 是 你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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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